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公元219年 对于蜀汉集团来说 绝对是悲惨的 不能再悲惨的一年了 荆州丢了 关羽没了 蜀汉痛失实力 刘备相当于断了一条胳膊 那好吧 谁是这一场兵败的罪魁祸首呢 原因其实也挺明显的 一个就是关羽盲目自打 擅自出兵了 第二个就是兄弟部队见死不救 这说的包括附近的孟达刘峰 实际上也能指远在成都的刘备 三四个月的时间里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当然第三个原因 就是外部原因 孙权了 按这个顺序来说 关羽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至少要负上一半的责任呢 但是 鉴于关将军已经被害 怎么说都属于劣势吗 真要追究起来 大家的脸面都不好看 况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 但凡是人死了 这个事儿也就消了 不管活着的人心里服事不服 但一般来说 对逝去的人是不会再指责的了 适者为大嘛 所以刘备集团对关羽 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 既不表彰 也不奖励 按说 关羽是为国捐躯 这种劣势 是应该有个嗜好的 所谓的嗜好 就是 对过世的历史人物的一个 盖棺定论 高度概括这个人物的历史生平 拿现在来说呢 就相当于一个 有评价意义的光荣称号了 说起来 刘备和关羽 关系这么铁 感情这么深 但 刘备在世的时候 却没有给嗜好关羽 导师他的儿子 后主刘善 大大方方的 给了一个荣誉称号 壮谬侯 什么叫壮谬侯啊 五而不遂 曰壮 明语时爽 曰谬 这就是说 关羽 在领军方面 是有能力的 但也徒有勇力 功败垂成 没能发挥出来 有点名不服时了 这就是 五而不遂 明语时爽的意思了 对于这个嗜好 后人看法不一 有人说 这就是个贬义词嘛 但是 关羽的粉丝却要说 那是褒义的 这也没办法 大家看法不一样 立场观点出发点 统统不一样嘛 从感情而言 刘善毕竟是 给了个嗜好的 所以 这能算是褒义 但是 从关羽对国家的贡献来说 这个嗜好 就不是什么崇高的评价了 那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就是刘备 或者你就是刘善 手底下 一个非常信任的将领 盲目自大 结果导致丢失国土了 让自己的政治集团的利益 大大受到侵害了 那你会有什么态度啊 你难道会很欣赏它吗 在政治家眼里 只有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 所以 从这个角度讲 蜀汉集团两代领导人 对关羽北伐 孙兵折将 都是很有意见的 所以 这个嗜好呢 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嗜好 当然 从感情上来说 它也不是一个什么糟糕的嗜好 对于当时的刘备而言 还不到抱怨的时候 也不可能公开抱怨自己人嘛 现在已经输得这么惨了 绝对不能再让孙权和曹操看笑话了 这就像 鵝壁老王家 儿子在外面打架打输了 如果这个时候 跑到街上 撒泼流泪满地打滚 这不是把脸丢到东门外去了吗 所以 必须忍着 要哭 回家哭去 刘备也是如此啊 打落门牙吞下肚 痛楚或许 自己吞啊 真想喊两句 要谴责的 也只能是敌人 没有孙众谋的 背信弃义 怎会有关羽的惨败 所以 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 不过 目前还不是时候 应该先把内鬼搞定了 再去解决外敌 内鬼是谁啊 毫无疑问嘛 就是刘峰和孟达嘛 关羽 包围樊城的时候 多次写信 让对方出兵相助 可是这两人 就是充耳不闻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恬不支持 搞内耗 说的难听一点 那跟资敌 就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 追究责任 那是必须的 不过 冷静下来仔细想想 其实 刘峰和孟达 还不至于 有这么大顶帽子 扣在头上的 因为史料当中 是这么记载的 关羽为樊城 襄阳 连呼 风 达 令发兵 自助 您看清楚了 这里是求助而已 不是求救 法书信的时间 也是 关羽包围樊城 春风得意之计 而不是关羽 败走脉城之时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刘峰和孟达 只是不支持 关羽发动 这一次北伐战争 而并非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 是可耻的 但是 不支持关羽北伐 却说不上 有多大的错误 首先 这一次北伐 可不是刘备集团里 内部协商好的事情 是关羽自己要北伐的 时机是否恰当 实力是否足够 这些问题 大家都是有疑问的 况且 关羽的职务是啥 钱将军 贾捷月 管的是荆州事务 按刘峰孟达所属的 上庸 房陵等地方 不属于他的管辖呀 换句话说 刘峰和孟达 凭什么替你调遣呢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刘峰孟达 真的出兵了 对战事 也不会有太多的好处的 既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 也不可能改变 人物的命运 事情该怎么发展 还得怎么发展 话虽这么说 但是显然在当时的刘备眼里 不是这么看的 他一口咬定了 刘峰孟达就是铁石心肠 冷血动物 正是他们见死不救 导致荆州局面全面崩盘 所以对这两人是恨之入骨的 史料记载 会与腹败 先主恨之人 得 现在在领导那儿挂号了 而且挂的是负面的黑号 很明显 这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嘛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啊 不过 这两人现在手中都握有兵权 也占据着一方土地 刘备要动手清除他们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刘备一直没下手 哦 领导没下手 可刀却悬着呢 于是 首先是上拥的人坐不住了 尤其是孟达 那感觉啊 就像热锅上的蚂一样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孟达 本字 子敬 而刘备的叔父 也叫刘子敬 为了避讳 于是把字改为子度了 要说孟达嘛 其实是法政的好朋友 当年 刘彰派法政和孟达 各带两千人去迎接刘备 这两人 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一对眼 心灵相通 于是 齐齐成为带路党 共同投奔刘备去 后来 法政 光荣地跻身于 刘备的左膀右臂直列 孟达呢 弱一点 但混得也不错了 他成了 遗都太守 本来 如果法政在呢 孟达 绝对没有二心呢 毕竟 以法政和自己的关系 在凭借 今时今日 法政在刘备面前的地位 帮自己说两句话 不管有什么误会 也不会下场那么惨嘛 可是万万没想到 刘备没想到 孟达也没想到 法政很快就去世了 哎呦妈呀 这情况就不一样咯 孟达估摸着 这朝廷里啊 不会有人再帮自己说话了 得了吧 这个情况下 还是趁早溜比较好 于是留下一封书信 带上自己的布曲四千多户 远走高飞 投奔曹魏去了 孟达投降的原因 比较复杂 不救关羽 只是其中一个诱因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他和刘备的义子 刘峰的关系 比较紧张 史料记载 刘峰这人啊 脾气不太好 喜欢欺负人 有一次 居然派人 去把孟达的遗仗给抢了 原文是说 风与达 奋争不和 风 寻夺 打鼓吹 这里的鼓吹 指的就是遗仗的意思嘛 把遗仗用品都给抢走了 这不等于当众给撕脸嘛 好了 这一下 孟达郁闷了 领导不待见自己 身边的同事又高高在上 欺负人 再加上 内心确实挺愧疚 觉得实在有点对不起关羽啊 三条原因加一块 孟达觉得 此处不能留啊 还是反水吧 于是 孟达想了 虽说 投降派嘛 人人都恨之入骨的 但是 在政治家眼里 没有投降和不投降的人 只有 有用处和没用处的人 只要有利用价值 那都是好同志嘛 比如说 孟达就是这类人 好 孟达来详了 曹达是相当地高兴的 孟达人 他是没见过的 但大明早就听说了 所以 曹达当时 还特意派了一些 据说会看相的大臣 去看看 孟达此人到底如何啊 要说嘛 看相这一类的 以貌取人的封建迷信东西 也确实不靠谱 这个大臣过去转了一圈 回来汇报说 孟达 形象威武 是个将帅之才啊 派去的其他人 回来的说法也差不多 说 孟达 这个人有料 有部长 总理的气质啊 原话是说 倾向之气 哇 这么好的一个人来想啊 那 必须重视啊 于是 曹达就亲切接见了孟达 说亲切不是夸张的哦 曹达还真的能做到 自个儿坐了一辆小马车 直接跑去见孟达了 一看 哎呦 这孟达 确实和那些看相的 说的差不多 哎呀 长得比较帅 风度翩翩 相当吸引人嘛 曹达看了 不由自主的 相当欣赏 于是 一边拉着他的手 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背 还随便开了开玩笑啥的 呀 子渡啊 你该不是刘备派来的刺客吧 哎 曹达原话是说 清德无为刘备刺客爷 哼哼 这个玩笑开的 估计当时孟达尿的快给吓出来了 当然 玩笑归玩笑啊 曹达对孟达还是比较信任的 这面试结束以后啊 马上开始派红包了 把孟达封为陕齐长市 建武将军 平亭侯 同时把蜀汉的房陵郡 上庸郡 西城郡 三郡合并为 新城 让孟达领新城太守 全权负责西南的军政要务 也许有朋友说了 那些地方还在刘备的手里呢 你把那些地方封给了孟达 那不就是花架子 玩虚的嘛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曹魏集团其实一直以来 都有这些很虚的 实际上属于名誉性质的职务 比如市中 这个职务司马懿都担任过呢 还有陕齐长市 陕齐侍郎 皇门侍郎等等 那都是给高级官员 做家法用的 平时主要工作 就是做皇帝身边的顾问 你可别小看这些顾问呢 没有皇帝的垂青 你还真别想得到啊 一个投降过来的人 能得到这般待遇 可见曹丕对孟达的印象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时候 依然是那个眼睛很毒的刘烨 不看好孟达 认为他划而不识 必定反叛 这位刘大哥 眼睛可太毒了 他之前看到的是魏讽 说魏讽这人虽受欢迎 但未来必定有反叛之意呀 结果在公元219年 这个魏讽真的就反了 而这一次 孟达也被人看好 可刘烨却偏偏不买他的账 说这个人徒有其表 必定反叛 结果呢 又给他说中了 公元227年的时候 真的和蜀汉的诸葛亮 私下通信 准备反叛曹尉的 当然了 这是后话 以后咱们再讲 至少在现在 曹皮是比较喜欢孟达的 所以对老刘的劝告 是不予理睬的 当然 这种信任 并非是毫无保留的 我给你待遇 给你植物 你多少应该干点成绩出来吧 当孟达来降的时候 只把人带过来了 地盘还在刘备手里呢 具体来说 是刘备的儿子 刘峰手里 好了 现在你新城太守都当了 地盘的事儿 当然你得斟酌斟酌 懂得怎么做人了嘛 必须躲过来嘛 这一点 领导是毫不含糊的 孟达更加不能含糊了 那么 还有什么好说的 出发吧 去打回来啊 于是曹皮 派了正南将军夏侯尚 又将军徐晃 和孟达一起出发 袭击流风 实话实说 从使用详将的政治手腕来看 曹皮 比不会用于尽的关羽 不知高明多少倍了 当然 也不知缺德多少倍了 用别人家投降过来的人 回去打自己的老东家 这种做派 真是有够歹毒的 行了 领导下命令了 那就是入门考试啊 孟达啊孟达啊 你就拼命正表现吧 你要不干 身边的夏侯尚和徐晃 就会去干 干啥呀 干掉你呀 现在的孟达 别说是为了政治前途了 就是为了自己的命 他也别无选择了 只能顺着这条道 一路走到黑了 这条道路 是为了 不过是为了 双了